我住在柴灣 本身樓下有一個叫做興趣商場 商場的最下面的第一層就是一個街市 很多不同的買菜也好買海鮮 總之很多的當主在裡面開 當然無緣無故就 因為商場是領域本的 後來就說八街要入民宿 誰知道整個街市拆掉 把當主不知分去哪裡 整個八街到現在都是這樣 但是以前賣菜那些賣菜後 賣菜後買海鮮的當主 現在就不知去了哪裏 即是你全部那些小商戶沒有了 之後只有一個八街位行 在那裏有些大型商店 他們賺光了 有些商店出來自己開到人 人人又沒得開 租金太貴了 合死你 就變得好像整個地產馬 整個市場 可能這也是一個我資本主義下的一種 即是叫做大智能家 用一些社會資源 或者調配用力 所造成的一些現象 那對我來說 會覺得是不公平的 好像我以前樓下 就有單單是賣那些 即是燒那些金字 即是賣掉那些 是自己做的 但是公門呢 他們那個洞主呢 那個老闆娘呢 就叫做五嬸 就叫五嬸 那他就說呢 他那個門搜紋呢 是由他很久之前 就是好像上個世界一直傳到現在 那就是打算傳給他算 那誰知就 八加一來呢 小商店都沒錢了 那他就沒得做 還有他另外不停加租的時候 他根本就說 他沒有一個租金 他就沒得開了 還有我記得 我樓下呢 那個商店一開始有個 叫見一小廚的餐廳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麥當勞又要進去 那就租了給麥當勞 那當時那個見一小廚那些人呢 就在這裡抗議 因為見一小廚 他賣的那些吃的東西是便宜一點的 就是十五元的一個飯盒 那就是又有六坨 可以消滅商品 有可能就是自己夾送自己給 但後來那個見一小廚 就是他要給麥當勞租的時候呢 他自己沒得做的時候呢 其實都很多街坊幫他 就說你會慘無人道啊 公平加租啊 然後什麼 向一些大商家宴利啊 就是忽視小市民啊 就是都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你會後來有沒有來這些人的聲音啊 他們都是沒有 我都是將那天租給麥當勞 那現在麥當勞啊 和大家都是商界在我們樓下的商場開場 可能有些人覺得去炒餐廳吃 比我們快餐廳還貴 那些給大家有兩元啊 那些貴幾元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們不觀察那些小商戶的時候 都等到那些大型的商店 通斷了你整個資訊 打了整條街的時候 他就焗著焗著 如果一間菜賣10元 或者一個餐賣50元 你焗著焗著你都要吃的時候 那他就受害的最終都是你的嘛 那所以我覺得 嗯 嗯 資本主義有時候呢 就是因為 泰國耳重於那幫大地產商啊 或者叫做大商家、大商家 令到那個社會的資源呢 更多受到他們的分配 那政府的主導權毀了的時候 整個社會利益就會貴於 那幫大地產商家 那種受害的 或者說不好的 都是一些小事物化基層 或者是那些小商戶 是說 你現在的當權者有我啦 聽到我們這幫人的聲音 他去反思一下自己制度上 所存在的問題 因為政治家好有趣 你問他問題 他會跟你繞十個圈 都沒回答到那個項目 那所以我會希望 他當權者 即是你說那些商家也好 或者是特首也好 或者什麼官員也好 他會見到 那麼多媒體在這裡 他們見到我們這些市民的行動的時候 連中學生都站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去反思 即是會開始見到自己 現在運行的這些 資本主義制度 究竟存在著什麼問題 是不是那些大商家 壓迫得少市民傳火器來呢 即是要去反思這些問題 從而給公眾人和市民一個交代 而且確實都要制定一些可行的措施 去解決這些存在的事情 當時我們跟一些人講解一些 關於社會實際的事情 可能他們會不理不睬 那原因是怎樣呢 第一個可能是他們覺得 還未賣到自己的身 第二個就是覺得說 呃 呃 都管你們幾個人 我們要改變什麼 根本不會聽的 那事實上是嗎 事實上不是 因為我們是希望 他們都是希望一個不同的行動 累積到更大的力量 從而影響那些當權者 令到他們會因此作出訪言 那我都相信 當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政府是會因此去作出一些訪言 安全點 要教會 這就是我們太沖之間 教會 只會先做一些行動 聽話 會不會有福吧 然後我們已有福利